月餅開始做了 鹹蛋打出來就瀝了 不要蛋白 盡量不要沖水 因為我生焗的 如果有白酒就普通白酒 不過我沒有 我就用玫瑰露 鹹蛋這樣沖沖 把蛋白分離 因為我已經瀝了一會 還有些 那怎麼辦呢 不要浸太久 有些人噴酒也可以 但不要浸太久 因為我覺得 太久就好了 還有一個方法 用索油紙 把蛋白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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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篩子裡 備用 鹹蛋也要把蛋白分離 把蛋白分離 因為要先不掉蛋白 否則很容易扁 我這個50克的帽子 大約15克 35克的鹹 35克 先剩下鹹蛋 鹹蛋17克 拿蓮蓉 拿一塊 35克 先把鹹蛋放進去 把鹹蛋放進去 鹹蛋 johns 先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先放進去 放進去 慢慢壓上去 壓到底部 底部是薄一點的 不用太厚的 底部 這樣就可以了 喜歡就可以撲少少 手粉 讓它黏一點 不要太濕 一直這樣做 再講 包括鹹蛋 包括月餅 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比較安全 如果皮夠厚 就不用滾 就這樣 就這樣整塊 在手上拍 很難均勻 這樣快一點 我自己覺得 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用手拍 就可以了 坐一坐 放一顆 放一顆 要貼緊一點 不要太大力 因為它是黃 在裡面 要小小力 就著 因為蓮蓉 做得很 不太硬 就比較難包 不過有個好處就是 吃起來更滑 這次的蓮蓉 加了一些 薯粉 不是薯粉 糕粉 拿著餅 這樣 接著最漂亮的位置 不要太大力 因為我整隻黃都可以進去 不要太大力 用陰力 變成小肚子 凸了少許蓮蓉 不怕 因為皮太薄 都可以加上鋪 便宜 攪拌 辣椒 放入 檬汁 再平均地包上去 如果你去控陪公司買的煉蓉會比較好 煉蓉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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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煉蓉會比較 фак 稱 seres為何 煉蓉會比較好 煉蓉會已經美於軟 煉蓉會有三五個小時 煉蓉會4倍 煉蓉會比較好 煉蓉會比較好 鋪片 記者是記者 應該是這個 放進去 音力四、五下就可以 好,再說